我說妹妹妳怎麼會在這 媽媽不是要接妳嗎 她說沒有 媽媽不在 我一個人下來的時候 就我一個人這樣 我說怎麼可能... 我就一直打給她 然後還在打的當中 五分鐘後她就出現了 那本來是一開始 人家很開心地出現 那一看到 我知道那個眼神就不對了 她已經在進入這個角色 因為本來那個眼神 是很爽的那種表情 然後她馬上變 就是那種痛苦的表情 好痛喔 我就說 我說怎麼了... 然後她就... 然後開門的時候 她就腳上這樣跌倒 我說妳幹嘛 怎麼了 妳這小孩妳怎麼沒接 她說沒有 我做好痛... 但頭痛就要去看醫生嘛 妳去哪了 對... 在家裡睡覺嗎 頭痛 然後妳知道 就偏頭痛... 就對面剛好有一家洗頭髮的 我就坐計程車 然後到了當地 到了東區的時候 三百多塊 我忘了帶錢包 結果我就說 大哥不好意思 那個我忘了帶錢三百多塊 司機大哥就說 沒關係啊 妳有沒有悠遊卡 或者是信用卡 我就說 我全部的卡都沒帶 她說那手機啊 那個Line配什麼配 我說Line配 Apple配什麼配 我都沒有 那小姐 我跟你Sensuit配 對 我老公 我老公跟你一模一樣的表情 小禎啊 其實有時候 看一些人妻跟情侶 在那邊交往的時候 相處的時候 其實滿有趣的 那才叫做一個 互相真正體貼 上次有一個聚會 就有一個女生 就忽然間吃吃吃到一半的時候 她就說 老公 人家洗褲髒髒髒髒了 所以這個老公就趕快 蹲下去幫他老婆的鞋擦得 亮 乾乾淨淨的這樣 這麼體貼 結果另外一個女生看到 不甘絲 老公 人家的蝶蝶 全身的鞋帶中公了 也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馬上蹲下去 幫他綁鞋帶這樣 這兩個人其實這樣 天起來滿有求生欲的 求生欲很高 尤其後面那一位 因為後面那個上起來就說 老婆 你今天穿的是拖鞋 沒有鞋帶 這樣也要比 面子問題 所以觀眾朋友 幸福的婚姻 靠的是一步一腳印 還是全品演技 對 我們都在演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首先歡迎溫柔撒嬌 樣樣精的影后人妻 好 怎麼還沒得獎呢 很抱怨 這一家輕鬆獎 永遠也有 輕功 輕馬都來 對 我這邊是那種 寵妻柔情手段多的那種 影帝人夫 你頭上那個傷 不是被咪咪打的嗎 他要我說是女兒抓的 但我有問過他 我有問過他 我有問過他 他說在夢裡面看到我出軌 夢到我出軌 就不小心拿著關 我就花了一下 然後他的水晶只想這樣畫過去 是他畫的 就是他畫的啊 你看他睡我這邊嘛 他說 你這個賤男人 啪啦 就這樣下去 那他多恨你啊 好啦 這個婚姻如戲 戲如人生 全品演技 這句話大家一定肯定都聽過啦 但是維持甜蜜啦 或是穩定的婚姻 真的有許多層層關卡 到最後是一個小點 就想要發脾氣 你知道嗎 我看你還能假掰到我 對啊 因此一段幸福的婚姻 絕對都是最佳引力 跟最佳引後 一搭一搶 要嗎 這才能夠幸福美滿 對不對 演一輩子 演一輩子 婚姻如戲 一開始問一下大家 就是說婚姻能不能 能不斷的保鮮 絕對是跟演技有關 全靠演技演出來了嗎 請舉牌 你看 真的 下醫師都會說請舉牌 要演 一定要 全場通過啦 應該要演啦 肯定要演好不好 對啊 一定要演就對了 人家說很多幸福都是演久了 最後就會變成真的幸福了 聽起來 演一下好像也OK啦 演久就入戲了嘛 對啊 像我老婆也是 我不是常常跟你講 就是我有時候走進去房間 他就躺著在那邊看書 然後他就會 對啊 但這是演的嗎 安全上壘嗎 就 他就這樣抱抱我 要 所以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演的 但是 你就過去啦 快60歲了 很可愛 對啊 老婆這樣不容易 也不容易 你看他演得多心情 你看他演得多入戲 真的 我老婆很會演 每天要心理建設 好 等一下就要演真一點 每天聽到你腳步生氣 還說 又好 棒棒 真的耶 好像喔 要不然呢 他本來在看嘛 他比如說側躺 在那邊看 然後我走進去 然後聽到我的聲音 他就 假裝睡 裝睡 真的要來走 然後每一次走過去 我就看一下 他想我就不理他 然後我就玩 玩我的事情 然後他過來以後 你 你都沒有 沒有過來抱抱我 好可愛喔 我真的好可愛 好優秀 演了五十幾年了 多厲害 你看男生在那邊 嘎嘎 嘎皮 不是女生要主動 而且你再看句話 就趕快按暫停 老公 要做家事嗎 那個玩我洗就好了 我們都要演了 可是明明他有說 明明是你們兩個 都嫁到老老公 老老公 對 年輕的不是年輕的演 不是兩方裡面年輕的演 所以你們兩個 在家裡都他在演比較多 對啊 因為你比較老 對 我比較老 對啊 我就是演我自己 然後他就是演那個 喜歡我的那一個 那你們有時候看男生 就是明明他就是沒有能力 然後還要在那邊 借口一大堆 很崇拜他 你到底怎麼演啊 我都突然痛 你怎麼演 就是 適不見嗎 適合不見 適合不見 他昨天也是這樣 他剛好昨天就這樣 因為我昨天煎一個五花肉 煎失敗 我就假裝在演Moodie 我說女人都 現在最近怎麼煮飯都不會了 女人都沒有人要吃我的菜 這樣 開眼了 說不會的 我還要穿前去安慰他 對 就說就算你的菜再難吃 也會有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我 我看你會氣 好噁心 好噁心 真的 很會演 心裡就想歐耶 說 怎麼把廚房給烏煙掌騙 好噁心 五花肉怎麼難煎啊 不要這麼難煎啊 到底會不會 真的 這樣領服都很悶 就沒辦法 我還是要安慰老公 因為畢竟男人真的主動下廚 已經很難得了 又圓 又進入了 因為不小心一直進入就出了什麼 不過不知道在婚姻中的網友們 特別愛演哪一些戲嗎 我們來問一下佑芸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佑芸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根據今晚開展的官方粉絲團 還有良性生活 靠北婚姻543良性生活討論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這些影帝影后們 婚姻中有哪些演不完的戲碼 首先看一下 入榜的第三名 做錯事情 先責怪自己 讓對方不忍心責罵 這在百分之19.4 好 那第二名呢 就是一點點痛就小題大作 想要裝柔弱的一口關注啦 這在百分之25.8 有網友就分享自己的一個 算是小小蜜招嗎 他就說在感冒的時候 他就一點小咳嗽 他就故意 就咳得很大聲 要引起老公的關注關心 那等到老公稍微對他倒杯熱水 要喝茶的時候就說 老公你真的好好喔 這輩子沒有被人家這樣貼心的 照顧過 好啦 我們婚姻的戲碼一 藉由苦情拒 然後來加深雙方的感情 你中了嗎 不過這種犯錯會打杯情牌 感覺你比較會耶 他很會 因為他就是天兵界的這個代表 然後但是天兵界又一直犯錯 誰會容忍他 就是一定要演下去 演到讓人家能夠容忍他的錯誤 天兵界一直犯錯 誰會容忍他 就是你天將啊 對啊 天兵天將 天兵天將 你包容度大啊 對 而且重點沒有 還是要看他演得夠不夠入戲 有些點真的戳到我沒有辦法 像有一次 我就跟妳講 四點半那個女兒要下 那個校車就下車了 妳要去接送 因為我要去錄影 大概五點才能趕回來 要半小時來不及 妳要記得要接 因為他們今天比較提早 妳要記得接接接 她說好啦 沒問題了 我最愛女兒的 還要演沒有 我最愛女兒的 我怎麼會忘記的 我本來就沒有演 真的沒有演 真的就愛啊 自己生了 自己生了 對啊 都算不愛 他在家裡會演的只有對你 對你演 對 那我想說OK了 結果五點下工回來以後 走入大廳 赫然發現 女兒被書包擺在旁邊 一個人坐在大廳 對 然後看著那個 我們社區的財報 因為她沒東西可以看 看財報 她關心整個社區錯了 因為她沒東西幹 沒事做 就坐在那個大廳一樓那邊 我說妹妹妳怎麼會在這 媽媽不是要接妳嗎 她說沒有啊 媽媽不在 我一個人下來的時候 就我一個人這樣 我說怎麼可能 我就一直打給她 然後還在打的當中 五分鐘後 她就出現 然後本來是一開始 人家很開心地出現 但一看到 我知道那個眼神就不對了 她已經在進入這個角色 因為本來那眼神是很爽的那種表情 然後她馬上變成 就是那種痛苦的表情 好痛 我就說 我說怎麼了 然後她就 然後開門的時候 她就腳上就要跌倒 我說妳幹嘛 怎麼了 那小孩妳怎麼沒接 她說沒有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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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痛什麼 怎麼了小孩在這兒 怎麼沒接 妳在這裡 媽媽還好 還好妳回來 我說 她說為什麼忘了接小孩 這麼大的事情 這個太不應該了吧 她說沒有沒有 最近 最近 最近妳有看我們的那個嗎 存款嗎 我說存款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她說最近存款多好多 我說多很多 因為我工作多太多了 我現在頭好痛 妳也是扯中扯西第一名 我沒有這麼誇張 還在賺個臉 不要這樣 工作多 真的 不是 她是因為 妳害她演戲耶 沒有耶 妳如果沒有在現場 她就不用演 不是嘛 對不對 我們姑且相信她真的頭痛 對 但頭痛就要去看醫生 妳去哪了 對 在家裡睡覺嗎 頭痛 然後妳知道 就偏頭痛 偏頭痛 就對面剛好有一家洗頭髮的 洗頭髮 頭痛 妳應該看頭痛的 妳頭痛妳要哭頭痛要 如果腳痛是不是洗腳毛 腳底部 腳底部 底部我都看不下去 手痛的話就按先行 我跟你講 我其實時間真的是剛剛好 只是因為我沒想到 就是有時候 就是校車可能真的 一路很順暢 一路很順暢 很順暢 不然耶 沒有塞車沒塞到車 沒有塞到車 然後就真的 就提早了五分鐘 然後我想說不對啊 我就按摩按摩 怎麼會突然停掃呢 然後就沒辦法 就趕快衝衝衝衝回去 然後剛好看到 就是剛好看到我女兒 就只是把書包放下 坐在那裡 然後就喔 然後結果那一幕又真的 被我老公撞見我只好就說 真的是頭好痛 突然那個剛剛一陣風 真的太痛了 你要相信他 因為洗完頭髮很蓬鬆 他這樣跑回來路上 真的會燒烤 會吹到著涼 會著涼 對啊 我其實沒有像他那麼誇張 可是真的就是事實 我只是把事實在演出來一遍 跟他說 就是我覺得 對 因為他很容易會發脾氣 那我不知道 因為他就是 他胸起來是不是很兇 他很兇耶 超可怕的 就是那種 天雷溝動地火 整個會地震的那種 天雷溝動地火 還不是又還震耶 你不要太亂演 什麼啦 頭痛頭 天啊 頭痛了 對嗎 就是很可怕啦 你會怕他啦 就是我不想要他就是生氣 因為你知道他就有心臟的問題 我講到心臟的問題 我就才生氣咧 他天天盜傳 一天盜傳就在閃避 你知道嗎 閃什麼 他就是在前陣子 不是被檢傳就有心臟問題 然後就在醫生叫他吃藥什麼 吃心臟比較慢 慢一點點跳動的藥 因為心臟有問題 本來正常有三半 我只有兩半 對 反正他動不動去 他就是會用這個藉口 比如說可能有一天 我們早上就送完小孩 就是上課 因為兩個都上課 我們就會偷得一個半天的時間 我就想天氣好好 老公等一下我們就去陽明山好了 去約個會之類的 結果他就說什麼 不行 我心跳真的很慢 等一下上去 開上去 那個不行 那個氣壓太低 氣壓不一樣 我醫生說不行 你是要開到多高山 山山 就跟雪山 對啊 你是要三四千公斤 就是一直在閃躲 就是不想要約會 然後就懶得不想開車 然後就開始一堆藉口 我是覺得說他自己也常常 一直在演說 不行不行 然後讓我休息一下 讓我休息一下 然後就會自己默默的坐在 旁邊的椅子 沙發 然後就躺躺躺 就睡著了 好啦 到底Paul跟咪咪多會演呢 我們現在就有個狀況題了 你們就演你們自己 來 第一狀況題 打電動 惹火老婆如何打悲情牌求饒 你們在家誰會打電動嗎 我 我假裝演一下 手遊... 好 來 你那個臉真的欠揍 對啊 感覺心臟等一下要收不了 感覺很低聲 那你要生氣喔 我就覺得你到底玩夠了沒 幹嘛啦 人生 我已經活到五十歲了 都奉獻給家人一生了 對不對 好 那我收起來 沒關係 你要我收 我就收 好 但是你想想 這五十年來我為了這個家 付出了多少 心臟也跳得慢了 出去跑步也不能跑了 然後想要去打個高爾夫球 也打不了了 還不能像小聲一樣 去享受陽光白雲跟小白球 我怎麼樣 我就打個假的高爾夫 在假的國嶺上 他推一下 還... 還得FIRD 假的藍天 假的白雲 假的小白球 這樣也錯了嗎 這樣也錯了嗎 好 沒關係 你先不要互動 沒關係 那我去主犯 沒關係 我先把那個救護車叫好 喂 對啊 對 而且我護好我的身體 其實也是為了你們大家著想 因為我不想花錢 不想出去外面花錢 我只想把我剩下的 現在的財產 以後的遺產 全部留給你跟你女兒 那你現在就 趕快過戶啊 對 喂 他一直在等 為什麼要等到之後呢 我們要超全部署啊 我們家裡沒有律師 怎麼會跑來 要讓你沒有遺憾好不好 他演成這樣 老婆真的就會讓他打了耶 算了啦 為什麼都離開了 對 你想說你是為了打一個人 可以鬼話連篇成這樣 對啊 今天晚上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被編 今晚上開戰吧 讓你總之被成戰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囉 小鈴鐺囉